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到蓝宇 你心中会浮现什么画面呢 今天你加入这个球队 你要用你的汗水 毅力 去成就你的梦想 如果我希望的话 我可能会站在大学的UBA这样子 让大家看到蓝宇的会打球 他们都有那个篮球梦 这样有这个梦 就要记在自己 练足了 你知道就会去外面比较 你练不足 你走去跟外面比较 知道吗 知道 好 当然如果我们球队 可以吸引到女生 我觉得相信有一定它的魅力在 是 场地凹凸不停 我觉得算是我们学校的特殊 好 因为这些不规则的弹跳 也是我们蓝宇到台湾去 竞赛的考验那样子 我们就尽量去挑战它 去接受它 蓝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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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如果说只是唱歌跳舞的团队 那就变成很像是一个商演的团队 没有内涵 我一直希望小朋友 他是一个蓝宇土生土长的小孩 他拥有蓝宇特有的价值观 或者是宇宙观也好 从内心发出来 跳出来的舞 唱出来的歌才会感觉 借着练习的过程 让小朋友更能去了解他自己的文化 蓝宇虽然不大 却承载着许多人们 对于这片土地的爱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从子余老师 建宏教练和文雄教练 致力于部落发展与文化传承 就能深刻体会到 他们对蓝宇的爱有多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